把林业廉恥作为民权主义的精神 民生主义能够再推动人爱和平 怎么老祖宗讲的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就可以做天下的示范 而且这十二个字是真理 是信的 是自信里的流出来的 万古长新 任何国家地区要推动的十二个字 它那个社会肯定是和谐的 我们中国人常常怀念 离异之邦和谐社会 它就落实 只要是十二字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想的 我们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 现在缺乏的是伦理教育 道德的教育 英国的教育 所以要大力来推动 这一次很难得 澳洲总理洛克文先生找我 我们后天见面 主要谈的题目就是 在澳洲怎么展开 伦理道德英国教育 那个落实呢 我的建议是让宗教来执行 让宗教执行 那么我们这宗教的时候 执行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筹备一年了 那么就是这个 马上就要开了 十八十九二十 三天在哥利菲斯大学 那么参加这个会议的 澳洲有四十多个宗教团体 有八个很有影响力的 这些宗教领导人 我们一块来研究 怎样推动宗教的教育 这个很重要 宗教教把经典里面 怎么样叫信徒们生活 怎样叫他工作 怎样叫他厨师待人教 就是这些这个经文 揭露出来 我已经准备了 我已经揭露出来 这个开会的时候 每个人送他一本 让每一个宗教的时候 自己提出好东西 你们教你们的信徒 同时呢 也能够读其他宗教 关于这一方面 这个经典的解药 这样宗教就能团结 宗教也不会被人利用